武漢的一名教師在經歷過疫情以後 聲明退出中共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讓我們一起來看他的聲明揭選 湖北武漢的王娟娟說 我是一名高校教師 在大學畢業後剛參加工作幾年時 懷著為社會貢獻一份力量的美好嚮往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隨著時間的流逝 我覺察到這個黨非但沒有讓社會變得更好 反而只有欺騙壓榨奴役老百姓的現實 我看到了幾乎這個社會所有的不公 竟然是這個我曾未知如此信任的共產黨造成的 今年的武漢病毒 我身處發源地疫區 看到了很多人無辜死去 也經歷了親近的人的離去 同時我每天關注外網時政 這讓我對這個邪惡的組織感到憤怒 我甚至為我加入其組織感到深深的恥辱 前天川普總統和第一夫人也感染上了病毒 我為此感到很難受 我真希望他們能夠盡快的恢復健康 打倒中共 感謝大紀元網站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 與中國共產黨及共青團組織劃清界限 並徹底脫離關係